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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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在7月份就把航空城计划一公告 短短三个月就说要迅速通过 这不是飙车吗 这你为什么不能够加了10年 你就用10年的时间跟我们来沟通吗 我们愿意来做 政府弄这个计划就是欧北部 因为你在欧北部 那我们金明根本不是所有的 是你们主动要土地 像我们 那你当然一定先谈好条件 先讲清楚 说明白后 我们民众才能欣然接受 你根本没有讲清楚 说明白就要打贵 去背书通过 只是做了一些建议案 请问我们现在提的这些建议案 可以再补拉到这些建议吗 持续把它解决 把它沟通 把它追踪 我们是在古新村 第一号是05501 那我们现在 有八成以上的军民 他们是希望说 能够配合这个航空城计划 能够做安置的结果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位置 會屬於在住室的位置,而且是傾斜的 對於馬路的設置也會造極影響 最主要是我們考慮到說,若保留後 可能會面對大概四到五年的空氣 就是在空氣上的不然 還有再次說,會經常造成斷水斷電的問題 我們願意配合計劃,然後配合政府的先見後災原則 那我希望這樣的情況下,能夠讓政府好好的規劃 也讓我們這些束縛,因為畢竟我們的同學法子已經比較老窃回一些大概四十年來的方式 那未來也會遇到這些問題的情況下,我們希望能夠以下一盤更好的環境 因此我們現在也盡情希望說能夠採用整熟 五千村目前沒有安置的土地 他現在只有在原來附馬 那如果說政府要做一村一安置跟先見後災的話 那就必須要先找一塊空氣的土地做一個先配置 因此我們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希望能夠在大海村旁邊能夠做一個安置 讓我們先做一個先見後災工作 讓我們生活能夠沒有所謂 那就是無謂接鋒 相對的,我們也非常願意配合政府的計劃 好,為什麼你 我把腳步 才站 可以 那麼現在還要讓我們又來徵收 因為你要徵收我們的土地 因為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說要徵收要徵收 那你要怎麼做 那要怎麼做 我這個四十二年那時候 我讓你徵收千年到這樣 現在是四千多年喔 那些人齁 搬出去齁 每天在做五天 嚇死你阿頭 大夫人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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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要來 我去那邊做菜 做得好 生活得很自在 讓你徵收後 變成一塊的生活 在下齁 要為我們 站在外面 職結會 齁 大概有 呃 五位 大概就五位而已 他們可不可以進來 坐在後面旁聽 我們就單純的旁聽 職結會的幹部 只有五六個 可是為什麼我們有辦法 在上一回 在上班的時間內 徵召了 一百四十多人 我想請問主廠長長 你徵召過來 如竹鄉那邊的人有多少是被徵收 反而我們帶來的 全部都是被徵收入 連署六百九十九位 贊成徵收 你條件說得很好 問題是你做得到 做不到 你說一品對方 一點二品 做得到嗎 你說先見後差 做得到嗎 如果是以欺騙 居民的方法 來讓居民贊成徵收 這個是我們 主委村長 他們連署的一份 連署書 讓 民造劇 贊成徵收 問題是裡面的條件 如果真的這樣 我第一個帶頭出來贊成啦 是不是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 我們的土地政策法裡面沒有 沒有先見後差四個字 也沒有安置四個字 我想請問主席 還有請問 在場的學生專家 可以為了航空者這個重量建設 來做一個特案嗎 如果可以 這就會從現在開始 全力支持 請你們下禮的時候 要仔細 要小心 謝謝 因為我們的財產 我們的身家 就在你們的手上 你看他剛才說他幾個人 我還說 剛才來兩人 三台有人家 我們都乖乖站在外面 那抗爭了他們一爬搶就可以過來 真的這樣主席 開會這樣不行 我是代言家的 代表 雖然代表會開會 沒有警衛 警衛在維持自信 怎麼像上禮拜應該就通過的東西了 就讓他停不下 因為有一些協診有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我們大海的難口 我們在海邊 在海邊 你去打三天 可能就早就跟他打氣 早上媒體記者 竟然只有裁判 反對的 包括 我們這些支持 外外站在旁邊的人 他漠視掉 因為他們要炒作媒體 他們要搞他們的新聞 那是他們的事 我相信各位委員的頭腦絕對是最清楚 最有 最有思考的人 不然你們不會成為 全國這麼重大建設的委員 唐光臣對我們來講話 我們樂觀基層沒有錯 可是今天要講 我們該保留 該生 提出我們的權益 不過我們提出的 在第一次 去年 今年第一次 三月份的時候 六月份 八十月份的時候 甚至這四種我們都要搖來我們的立場 我們就是 不想被贈送 我們只不過是要過日子 我們瀟老百姓 我們只要安居樂業 今天炒作地底 我們不會 我們也不去 為什麼 那只不過數字在玩個數字遊戲而已 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對我們 我們只是這樣傳承 有什麼意義 我們要做安居樂業 食安問題 一大堆問題都在 就是競爭嘛 工業競爭嘛 大家都競爭嘛 競爭到後面那種 作弊嘛 比賽嘛 一樣一大堆 我們不要 我們只想 吃了 粗茶蛋飯 過得安心 因為我們那些糧田 真的好的農地 我們不希望被人建立 一旦建立之後 什麼都回不去了 我也不希望有一些污量 而且加上我們那邊來講話 有鼻塘有什麼 好好的基本上 水也不會受到 方便污水的影響 我們只要求 好好的 請官員們好好想想 幫我們把連我們家 因為把連我們家 我們會來這邊抗爭 我也不想去吵 按照我們這裡的意識規則 我們有權利來這裡抗爭 我們也受到邀請 可是我們從九點半開始 就被擋在門外 從大鐵門開始 就被警察 被我們其中的一位 我們這裡 林建石的同仁 在這個地方把我們擋住 直到我們到上面來 還是一直擋 擋到現在十一點半 我們才有權利進來講話 這是我決定的 我告訴你 是 我們可以斟酌 你斟酌要有理由 不然你就違反了 這一條不一定 我們斟酌會斟酌 上次開會的情形 好 那請你 對不起 那請你白字 請你白字黑字打出來 不要封口說白話 我朋友 先生 我們這個是委員會的決定 不要封口說白話 委員會斟酌上次開會的情形 針對於議程所做的決定 所以你 陳情代表 如果你有這個意見 你可以把所有 我會說 這個時間 這個程序問題 請你答覆清楚來嘛 你說你們斟酌你斟酌的理由 你要給我們知道啊 不然你憑什麼禁止我們進來 上次就霸占了 我們讓了我們整個會議不能開 那你白痴黑字 對不起 你是公家機關你知道 我們有必要 這是你說的嘛 這是你說的啊 可是你要給我 你不准我進來你要有理由啊 因為我的權利有啊 你尊重這個 你尊重我這個情緒 你尊重我這個程序好嗎 你尊重我這個程序好嗎 不參加這個團體啦 人民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面對你們 你給我的一些記錄證 你給我的一些記錄證 好嗎 到我們的朋友進來可以嗎 你這個程序 主持證意嗎 先建後簽合這個問題 那雙小組也都有決議了 那我們也會把 第一階段先建 區外安置區邊安置 包括交貿部建立的特異連區 也先在我們建議的 八德通達都市區 新建合一住宅 公拆遷安置或優先選購 然後等到這些都選購完 合一安置蓋好安置完了以後 再進行 第一階段的拆遷 後續呢 第二階段的 碰遷安置了就可以按照這樣的文字敘述大盪計劃書來規定 陶淵協教導部按照這樣來執行 我要特別講說這個不是陶淵縣自己的計劃 這個是國家的計劃 而且這個是攸關到國家發展競爭力 亞太國際之間競爭的問題 所以他的整個設計應該是國家的格局 而不是一個縣政府 他仔細去規劃 他需要多少土地的問題 當我們這個整個航工程定案開發 開始開發動起來的時候 光是公共工程的開發 就會引發一個 擴大了一個內需的效應 接下來就是吸引投資建廠 創造就業機會等等 說實在是 我們現在 打破我們經濟 想來想去 台灣就剩下這個機會 也沒有其他更好的 戰略上國際談論的一個規劃 我們也跟交入達人共識 基本上原則上 盡量做到能夠先見後才 這個已經是以前的區段 沒有這樣子的原則 除了第三跑道以外 我們沒有 沒有必要說非拆人家國際 人家就是要求工的 還是要供給他 但是 我們認為說 再次公展 再討論的時候 其實是有機會 他們想一想也許覺得 還是參加比較多點融化 我們其實還有這樣 可以打造一個 全新的一個 都市發展的一個概念 模範 給我們其他 將來的都市計劃 做一個參考 我想這個都是國家很重要的目標 我在此補充說明到這邊 謝謝大家